你 喜崇玥 我的胡 你心里若是不动快 你冲我来啊 在这房地伤掉 这是几个意思啊 你若是想让我痛苦一辈子 内疚一辈子 想你一辈子 好啊 来 拿着它 往这儿扎 来啊 公主 你要不要和将军解释一下 没什么好解释的 我是利用了你 就算再有一次机会 我也会这样做 这就是我 你可以离开 但我希望你 不要拿自己的心里开玩笑 好不好 那个 你冷静一点 我就是 怕我自己睡着的做噩梦 才出死下策 我 头悬梁 追自顾 徐崇玥 我 辈子还要不要了 你帮我下来 不要了 这个好架 你帮我下来 你臭胡蛋 徐崇玥 你明知道我是个混蛋 我还利用了你 你为什么还回来 利用就利用了 我又不是那么脆弱的人 你 你就不介意吗 我当然介意了 我介意的是 你一开始 为什么不跟我解释清楚 事后也不来找我道歉 如果不是因为楠楠 告诉我的话 我会一直被蒙在鼓里 你 误事 有 你 你 又不是 发现的 我 来 我 你 我 好 你们 在 我 我 你 那我最后再相信你 今晚你是床 我是地上 我最后再说 将军 将军 老夫人有请 姑母 说说吧 莫儿的死到底是怎么回事 姑母 待孩儿查明此事 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什么时候 我们薛家靠欺瞒长辈在狗活了 薛家世世代代的荣耀 就是上下其心 薛家老幼妇孺 都要面对血淋漓的现实 才能安身立命于朝中 你不愿意说 我知道是你的孝顺 可事已至此 应该关乎到薛家 上上下下的性命了吧 你此时不识更待何时 白离琴 你来说 老夫人 明 明剑 我们查到 薛大将军之死 跟皇室有所关联的 我们在宫里 查出了 兄长和芸妃之间的密室 难道追杀初月的刺客 和兄长的私有关 早些年我就听说 芸妃死得不寻常 没想到会是这样 芸妃进宫的时间 活动的范围 都和兄长的时间 还有她的巡逻路径相对应 如果我们能抓到刺客 就能解释 这一切 到底是不是和皇上有关 若此事真的和圣上有关 若真的是你的兄长犯下的糊涂事 你想怎么办 傻孩子 这件事 你我都要把它烂在肚子里 如果再生出事端 我们薛家上下必走大难 还而心想 也许还有其他情况 你可曾想过 初月公主的处境 经此意见 我不会让初月 再受此事牵连 也请姑母放心 我一定会处理好此事 若 木儿的死真的和圣上有关 你将如何面对初月 有点凝 看来这事难为你了 初月是个好孩子 我也很喜欢她 可她毕竟是公主 无论如何 我得保薛家终止 你用无关权之策 你们只能合理了 公王 初遇了 胸性将心 他手名为正取的 劫发其次 在我心中 他与学长的位置 同样重要 学家族族外辈 都是正义之事 我不能让学长 遭受无功待遇 也不会让学家 陷入危险境地 反弃公务 和李医生 莫要再提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如果你们彼此见面 都到了为难的地步 你还融合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 你还融合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